各位人家鄉親 大家好 我是蔡美娟 歡迎收看今天一集中央25號的南島新聞 雖然在國立過年的卡布折禁 各地要關懷就少做過 南島政府就進行愛心理財喪亂的活動 由副管長擔進行代表 除了管理財和喪管來的郵件流程 在做愛心的當時 也希望社會代表可以共同享用 做過來賣流程 用實際行動幫助農民 為了國際所目的關懷的愛心理財 有好吃的料理 由副管長擔進行代表專賞 副管來的122號為他做社家庭 可以感受到政府和民間團體 共同關懷的措施 過年未來感到高度 拿我們唐室政治經會 以及全家便利商店 在社會上募集的一些社會救濟物資 也就是年菜 這次年菜發送的活動 主要是由縣府這邊來協助 發送給這個南島市民間的弱勢家庭 這樣子來幫助他們在年節之前 能夠減輕他們的生活負擔 現場剛才發送到愛心理財 這期也是六點大桌的規則 管政府來增加人買郵件農地產品 希望也可以幫助農民 帶著更好的愛心好業 我們縣長特別關心我們這些弱勢 一併配合年菜 然後購置750公斤的柳丁來贈送給我們這些弱勢的團體 掌握官政府感謝社會台上的愛心協助 好祝社群可以過好年 當時鼓勵館來 技術以及中級收集好的家庭 可以參加 自動和年輕未來教育 以及發展的活動 讓未來更加保重 這等於是他出社會 或是繼續救學的一個基金 所謂這種措施 有政府不至於一半 有當事人 也就是小朋友們來做這種投資 應該算是魚竿跟釣魚都可以監督 管復表時 藉著愛心藏人活動 來進行這項進切的參團 為100坑人開始推動 不儘管來有93號的家庭參加 希望要改善 社會家庭的經濟環境 即將用心採用活動